这是我们扬州视频的第三期 这次我将带大家去到寿西湖和大明寺 晚上再体验一下寿西湖热闹的夜市 从寿西湖南门进来 前面是一条长长的林荫路 两侧是垂下的万条柳枝 都说要三月下扬州 估计新发芽的柳树 会让这里更美吧 路边的湖里你总会看到黑天鹅 它们都在忙着找吃的 根本不理你 湖边还有很多桃树 这些弯弯尖尖的桃子 看起来很有趣 你也可以选择乘坐游船 在景区内游玩 这里的感觉和杭州的西西湿地很类似 走进来第一个站点是徐园 这里本来叫桃花屋 后为纪念军阀徐宝山而改建为现在的徐园 穿过这里就到了小金山 这里是寿西湖中最大的岛屿 这里湖边的风景也是极好的 这棵干枯的树干 叫做枯木逢春 本来是古塔寺一颗被累积的千年银杏 后被移植到这里 生长在枯木旁边的灵霄 一起缠绕在一起 予以生死相依 前面这个亭子叫钓鱼台 据说乾隆皇帝曾再次垂吊 这座亭子采用园林晃井手法 西侧和南侧两个孔洞 刚好对应远处的武庭桥和白塔 离开这里继续往前走 就是武庭桥了 这里是清朝乾隆年间 仿北京北海的武龙亭 和十七拱桥而建 中国著名桥梁专家毛卫生 曾评价 中国最秀美 最富艺术代表性的桥 就是扬州的武庭桥了 它将南方的秀美 和北方的雄壮 融为一体 再往前的下一个站点 是西春台 绿色的琉璃瓦 浸现皇下园林的气派 这里是扬州二十四景之一 之后我沿着寿西湖的西侧 走了差不多一公里的长廊 穿过了荷花池 看了很多幅碑梯 之后就看到远处 大明寺里的高塔 从西门出来 就可以直接去大明寺了 这里提醒大家 在进入大门的斜坡这里 一定要小心让你买乡的人 他会死缠着你 一定要拒绝 拒绝 拒绝 大明寺建于南朝 宋孝武帝大明年间 因而得名 唐朝著名的建筑和尚 曾在此做住持 寺院内很多建筑 同是唐朝风格 看起来十分气派 看起来十分气派 而那座耸立的天王殿塔 在晴朗的天气里更显壮观 另外寺院内西侧的美泉亭这里景色极好 垂下的树枝 与尺中的天鹅 绘成这幅唯美的画面 逛完这里 差不多就可以骑上电动车回去了 晚上这排树林附近的寿西湖南门非常热闹 你可以坐下来喝喝啤酒 再逛逛这里几百米长的夜市 这场景恐怕是很多地方都很难见到的 另外这片挂满灯笼的区域非常适合拍照 一定不要错过 好了 我的扬州之行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订阅 我们下次再会